我们聚焦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在18号证实 再向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了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指出 俄军在过去一星期 摧毁了乌克兰大约三成的发电站 导致大范围的停电 而乌方的官员还表示 目前全国情况危急 整个国家都需要为停电停水和供暖中断做好准备 另外乌克兰议会18号投票决定 宣布车城共和国为俄罗斯暂时占领的土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8号表示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远程空中和海基武器 打击乌克兰的军事指挥设施和能源系统 以及储存外国制造的武器弹药的军火库 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 科纳申科夫还表示 俄军在库皮杨斯克方向发动进攻的过程中 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哥罗别耶夫卡定基点 并使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座战旅遭遇重大失败 随着冬季临近 俄军加快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以西约140公里的日托米尔 俄军针对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次发动袭击 地方官员表示 整座城市陷入断电 医院也只能依靠备用电源运行 除动用导弹外 俄军近期频繁派出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袭击 乌方就指控这些无人机由伊朗提供 有报道指 伊朗制造的目击者136型神风赶死队无人机 被俄方重新命名为天柱奎二 广泛用于在乌克兰各地执行打击 对此 克里姆林公予以否认 日前一架俄军苏三四战斗轰炸机 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叶伊斯克市坠毁 目前死亡人数升至15人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失事战机当时坠入一处居民区 机上装载的燃料在坠地后爆炸起火并引发火灾 有三人未从火场逃离 从一栋九层居民楼跳下 不幸身亡 当地居民18号到事故现场献花哀悼 也有人自发捐助衣物送给受火灾波及的民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